字幕提供 我們想找出瓷磚表面的顆粒是否對於止滑有影響 又或者是顆粒大小及排水縫大小 於是我們設計實驗 我們找出常見的顆粒形狀去畫CAD的圖 我們原本打算使用黏土去燒製 但因為需要較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使用石膏來完成實驗 我們模具製作了數次 拆磨時遇到了顆粒會一起脫落的問題 後來與老師討論後 第四次的模具才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在灌磨石膏和水以1比5去配比 我們的實驗理論以摩擦公式F等於μn μ是摩擦係數 μ等於tgα 找出角度是我們的實驗目標 於是我們使用skate drop畫了草模 之後以木頭切割組裝而成 並於預示室內拖為主要的實驗對象 之後再以AutoCAD量許較精確的角度 而排水縫試驗 先使磁磚保持水平 再以200mol的水量倒入漏斗 使水流沿著吸管定時定量低於磁磚中心 當磁磚表面溢水時停止倒水 計算杯中還剩多少水量 這是我們成品作動過程 這是我們得出的數據 圓弧形狀顆粒在乾燥和潮濕各一項最好 固止滑效果最好 而菱形刺織 而在排水縫及顆粒大小 對於止滑效果是否有影響 排水縫和顆粒放大止滑效果更佳 在排水性的部分 菱形的排水性是最佳的 這是我們得出的總數據 我們是止步於遲 謝謝大家